營賓館辦了一個很大的兩岸的營法族 營法族看衰老的一個協助人台 那一請到泉州市的副市長 然後台灣我這邊帶了那個六個將軍過去 就是我們的王文謝啦 王文謝副部長 然後我還有一個立法院的一個將軍 一個將軍六個將軍到泉州 整個去做那個兩岸的營法族的協助研討會 那時候我有請潘醫師對不對 從上海對不對 從上海趕到泉州來發表 也得到了很大的這個支持 大家也覺得這個人像醫學 還有很多大家在醫學技術 得到泉州人當地的肯定 也非常的成功 我這邊再呼籲一次 就是說晚宴是在 因為下午的時候會講到 南境西境 36個藥城 目前我們是已經在杭州 世界養生大會目前全國36個省裡面對不對 各個地氣委員會裡面有架構了 架構了36個藥城 那36個藥城裡面要需要台灣 一些廠商精藥的產品 當然這36個藥城也需要台灣一些專業技術的人過去服務 那他目前也架構了大概1000個 1000個初期間1000個連鎖的養生館 那1000個養生館裡面也需要台灣的一些技術的服務 過去服務 換個角度他是一個通路資源品牌 技術的一個整合 那也希望說台灣這邊有些產品或技術人員 你覺得對這樣的服務有興趣 晚上可以留下來晚宴 那晚宴我們請到外面去登記報告 但是因為餐費 餐費那邊秘書長講很清楚 要繳1000塊錢 你們可以去參加 然後西境很詳細的一些做法 我們會在晚宴的時候才更詳細一點 然後也把那個越南 越南的城鎮龍 因為他的上禮賣到越南去賣得很成功 現在都一跪一跪過到越南 那裡面有很多複雜的程序 我都用很清楚 但是還是必須有陳振龍先生 在幫大家解釋更清楚才好 所以晚上的時候他也會在晚宴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3D交流 所以換個角度 如果要繳1000塊錢 到時候可以直接去問他們 當作是智商費 我們的角度是這樣想 好 我們現在開始請那個約智中醫師 好 我們現在開始請那個自從治療師 謝謝收視職 我們現在請就是 太大了 謝謝 我們今天會有空 我們今天會很榮幸 來來請各位介紹 我們有關這個新的科技 讀序化的學 我想這位來聽的話 可能這是比較新的東西 因為時間有關只有半個小時 所以我可能這個都要很快速的跳過去 那在這半個小時 我只是希望給各位有一個新的概念 要是各位有什麼疑問或是有其他的 我們在五號我們可以再過分 那麼在座教裡面 我不是疑老邁 可能要在我這個年齡 恐怕操作我還不多 我剩31年了 今年76歲 我希望就是說 我現在是中華長生理學醫學會理事長 我從這個會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是說理科技 前輩子已經算是過過頭了 那麼這輩子算是二世的人生 我希望能夠以身作者來說 當然各位 未來也是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最主要是要很具體的要做到 並不是說我們一個噱頭一個理論 那麼首先各位都知道 要做到要久變成良靈 儘管我學了西醫 學了中醫 學了能量醫學 然後再創新的劇化醫學 整個過程之中 人要沒有得病 那是沒辦法體會的 所以在這個生死的過程 我們必須要認知 必須自己要生過病 我想這是很必然的問題 那麼在這裡面 在我人生過31歲的時候 我是之後這個爐底補折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病 可是我也度過了 那32歲的時候就長了腦 都不長腦 腦 當時候山區總院我那些學長 要我不要去開刀 我沒有學到 我在那開了以後 不是死掉就做變白癡 孩子那麼小怎麼辦 所以我一直把它背到54歲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跳過中醫 也學中醫 學針灸 什麼都學 然後醫師這個流道路 就是飛了22年 結果長得蠻大的 壓到我的腦袋 我受不了 所以最後我們就開刀 開了刀以後 主要一下老化 說它怎麼會呢 怎麼會老化 那各種營養股 各位也知道 現在營養股有幾十萬種 那事實上 當時候我們是用盡來所有的 包括工程效果 包括有很多現象大家知道的 但是一個結論是什麼 沒病的時候很有效 有病的時候好像都沒有效 這是一種措斷 後來我又研究了這部分生物科技 所以像工程效果是我 從那時候開始研究 我把它序化了 所以為什麼有這個序化醫學的問題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做生物科技的研究 那應該是時候這樣做的人 是越來越好 那我自稱是亞洲蝶人 可是68歲我突然心肌梗測了 一發病了 本來是一條籠變成一條蟲了 各位知道 心肌梗測是沒有救的 送到醫院許百分之八九十 還沒到醫院就死掉了 能夠活的 存活的病不多 我那時候 我本身在西醫裡面 看心臟病毒經常都有 送出去的 必死無疑 所以如果很自負 問題是 當自己得到肉 有痠 當受的時候 我看不了 送到醫院就是死 可是人家要自己 人家說 要不要去醫院 我說不去了 我說要到醫院去死的話 我自己弄 所以因為這樣 我熬了半年 半年以後 那我就去醫院檢查 做心臟病毒 結果發現 左前下肢 塞了百分之九十 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改善了 我想那個時候 在做的時候 他說 誒那這一個地方 凡之九十 才在要不要問之下 我說試看看吧 既然這一個地方 把撐開不就得了嗎 我試一下 結果試了以後 沒有感受到進步嗎 還是找量子 但當時候 得到這個心肌總症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死 不知道 一天發作四五次 很要病 那每一次我用虛化器 來自己引導 把它還行 一直滿了一年 我才知道 可能不會死 然後滿兩年 我重新有了信心 可以再活下去 所以說在心肌苟塞 我說 我們的虛化技術 我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五分鐘之年就讓它回家 當然有好多故事 不是在今天半個小時能講 我救了不少人 那麼大家在這裡只要說 虛化技術到底是什麼 我想讓大家去講解 好 那麼去年 說什麼 篩檢說大腸癌 我說大腸癌 這個小事情 我有另外的態度 癌是什麼 癌細胞是代表性 大家認為好像癌就是 不是不是 其實不是 我一個新的概念 癌細胞 是一個更正常的幹細胞 是它不聽的 這是我的 所以我癌細胞 的話 我可以在虛化醫學的理論上 讓它 一個月內 先離民主 三個月就滅住 六個月 就沒有了 這個是我們實驗已經 實驗了三年 我們有一些data 不多 但是每一個都可以按照這個判斷 我們今天就報一個 食道癌 那這個是最近 三個月內發生的 它現在完全好說 那我們把它的那個 三個月曼癌的報告 從它做害奶微社 加上虛化醫學的條例 那我們快速的 讓大家先了解 什麼這個狀況是如何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不是在打雷台 任何東西 大家試看看 要是沒有錯 盡量參考 我們沒有比較好理出 所以我從事醫學的東西 就是大家互相理想 互相來牽涉 是這樣 那麼我們 這個 虛化醫學怎麼來的 我們說自然的法則 它本身都是有條有條 那麼生物本身在我們所有的這個 物質能量來講 它都是非常有序 沒有序是表面的現象 是無序跟表序 最有序交互來構成的 我想這個大概也知道 所以一個生物本身是有條有條 可是每一個生物又不一樣 你需要把所有東西先調成最小的 比如說我們消化吸收 然後再重組 再把它合成 那一段時間要分解 又變成無序 所以本身這些東西最主要是自然的事實 有序無序的轉變 那麼我們講 我們地球大概有四十五億年 四十五億年 我們真的有微生物是它二十幾億年 有了我們高等的生物 也最多是它十億年左右 那麼在這裡面 我們說二十幾億年 所有物質都有 為什麼沒有生物 因為沒序 可是到最後 它會產生了有序的微生物 然後一直組合到現在 所以說自然的形成 在地球本身就是無序到有序 生物是屬於有序的這個過程 所以假使說這麼講 我們生物之下是在無序中慢慢產生 有序產生的生物 所以我們要符合這個地球上這個海水先有 從海水這個生命的湯裡面 創造出生物 那麼既然是怎麼樣 你想 我們人是從身 從心 從靈 還有環境 其實只有四大因素 那麼 身本身要有序 它的建構要有序 那麼心就是它的機能能量要繼續有序 然後才構成了一種傳導方面 信息方面產生了 那麼所有的這些 生物本身是有序無序這樣 那跟外界 跟生物體外界互相的共振 這是屬於一種信息共振的方式 來調節一個人的健康狀態 那麼在這裡面 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生命本身是從無序到有序 來產生的 那麼一個人 他 我們現在大概平均 大概是八十歲 其實各位知道 五十年前 就是說我們歷史上 從五千年到五十年前 我們平均生命是多少 三十到三十五 那麼大家不知道 我們有房地內建構 很多醫學 我們那麼大半天 只有三十 那我們從五十年前到現在 我們平均生命是八十歲 那是從三十五到八十 所以只有五十年進步了 生命是進步 可是 從五十歲開始到八十歲 是不是病都很多 都是雅間腸口 炎殘腸 生命的品質並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放眼看 長壽村大家都知道了 平均都有一百億老 那他們長壽村 所以我去他們研究兩次 八毛 什麼醫學沒有 馬路都是產業道路 當時候 他們怎麼到一百億 我跟那個一百零八歲的握手 他們還在建築工作 還有一百零五歲 在做建築工人 那他們憑什麼 他們沒有醫學了 那我們學醫的 不管西醫中醫 我們是怎麼 是不是要考慮 為什麼 所以我也研究他們的空氣 他們的水 他們的陽光 之旅 他們的所有 為什麼不生命的道理 那麼以生物的研究 人應該可以活多少 大概一百七 大概是我們成長 這個 後根芽 生長以後 大概成一倍 到七倍 所以平均大概在一百七八 那事實上 到 年長 加上醫學 應該要兩百零五歲 那麼我們就研究 曼子 為什麼活不到一百五以上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 就是講序話的問題 那麼 第二個問題是 曼子會不會突破到兩百 在理論上 我們不是在實驗 實驗然後再來結論 不是 不是 我們在預先 都應該理論上來講通 就像安斯坦一樣 安斯坦他所有的物理 可以說引錢 可是他沒有什麼設備 他只有在這個很簡單的設備 他把理論完成了 到現在 很多安斯坦理論 無法推翻 那麼 生物醫學 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說 我看看 世人修說是什麼 而是說我們理論推了 可以 我們才是 那是百花百種 不然的話會浪費很多的 經濟啊 錢啊 人力 那就很浪費 所以在這裡面 我現在就提說 我們人 是必須要 怎麼樣讓我們長生 那麼就講 人的週期不是 一世六世年 二世一代 不是這樣的 我們事實上 我們一年 活了一年 我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細胞 全部換了 那意思就是說 去年的理不是今年的理 明年的也不是現在的 我們就在尋找 在細胞再改變 比如說我們腸胃大的細胞 一個月的底部就改變 我們紅血球 三個月內就改變 一百二十天左右 四個月左右就改變 那麼我們的肝細胞 我們其他的細胞 都是不定期的 但是都會換一個 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本身 雖然是DNA所構成 但是每一個細胞 所control的 都是一個段期 我們生命的週期 不是六十年 生命週期是不到一年 也許幾天幾個月而已 所以假設說 這麼來算 那我們才有辦法說 我們的生命是recycling 不斷地循環 你循環得越久 你可以循環一世六十次 你可以延長兩世一百二 甚至你幾世都可以 那麼我們說 在生物界來講 植物像阿里桑的檜木 那麼它六千年不死 那假設它生命的週期 是recycling六千年以上 那為什麼動物不行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我們 理論上要遲等判考的問題 那麼在四十八年前那時候 我是跟宗潔教授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在榮總 那個春龍醫學 跟無量醫學開送的 這個針灸這個部分 那麼現在 很多跟我們在一起 我現在都退休不見了 那麼當然我現在還在了 那是不是我能夠 越來越再把它循環做過 所以我才創了這個循環醫學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講能量醫學 那什麼叫能量 那麼剛才 有位老師他是說 你可以 任何的東西 生物的東西 是有歷史跟坡的變化 那坡是一種能量 那坡的能量呢 很少嘛 比如說我們現在做低收坡 做間歇坡 直流坡 或連續坡 或什麼 這坡很簡單 這是外來的坡 那這個坡是當刺激 就像一隻牛 不走了 打一下他就走了 刺激一下嘛 但是牛要沒力氣的打開開 他就躺下去了 那我們人生命 你需要這個 你本身身體的建構要很好 但是你上面的機能要很好 能量一定要很好 要有趣 那麼這樣坡 我們不去爭這些理論的東西 那麼坡是什麼 坡有兩個 一個是載坡的東西 一個是坡上面的變化 還有信息 這兩個是要弄清楚 譬如說我們現在聽的 我們的訊號都有很多的信息 我們聽不見嗎 你拿個收音機 你要先把高中波變中波跟低波 你才聽得見 意思就是說 它載坡 它用幾千週幾百萬週 那麼這是一個載坡 那這個載坡的信息在上面 你要達到你的標準 比如說人的載坡 跟蝙蝠跟其他昆蟲的載坡頻率不一樣 所以這個載坡的坡要是亂七八糟 信息不就亂了嗎 比如說中文機就叫做視針 像是在電視集的影像就模糊了 我想這大家不是選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要是做基本的 必須認知 我們人有人的載坡的 這個身體的過斷 每個人不一樣 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都不一樣 信息也不是每個都一樣 那麼我們人有六十兆的細胞 每一個細胞也都有一個複雜的 一個生物頻率 那這佛家所說整個合起來叫做頻譜 生物頻譜 所以我們講說生物頻譜 本身是我們每一個生物所需要的 而且要規律要序化 當然脫序就是病 那麼脫序以後呢 脫得太嚴重 表象就是老 再來就是死 所以就是生病老死 它完全是看你生物波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波你從病老 你可以把它變規律 用正常 就好像一部車 車的本體是身體 是它的身體 它裡面的電路各方面的訊號 可以通了 它是它的能量 是它的心 至於這個車要不要怎麼走 是要司機開得好 是不是 真要有 所以一個任何東西 有身心靈 這個才是一個健康的生活 但這每一個都要有序 至於怎麼有序 很多 各位現在針灸也好 做什麼 眼紅外線做什麼 都是在做這個序化 所以序化的標準 你需要換百分之多少 對吧 那各位也知道有職業病 我們做按摩 按摩師都有職業病 把病氣跟你共振 你會怎麼樣 你就會生病了 有很多的醫生 天天看我一個病 就死於某個病 比如說在龍總 我們以前的吳光順教授 他胸腔專科 最世界有名的 他死於肺癌 是嗎 龍總我們有幾個 我們的老前輩 那做肝膽科的 屬於肝膽 大腸科的 我們主任 過去的我們老前輩 屬於大腸科 所以說這是一個病體的共振 那麼既然是共振 我們如何把它變成正常科 正常科 我們需要這條件 除了你本身的科 還有外面的科 為什麼常授層呢 會常授 因為他生物環境的 跟他共振 他常授 所以假設說 我們能夠有一個很好的 來共振 比如各位看到 我帶了一個火紋 那都很奇怪 是不是 那就是說 我們共振 我們要用你自己的科 共振 把不好的吸收掉 把好的放大 控制 那你是不是就好了 這理論上很簡單 為什麼 我們把自己的生物 生物鍋 把它放大 把好的吸收再放大 為什麼各位要穿衣服 因為衣服穿了 你的熱能不會發散出去 是嗎 可以再跟你回饋 所以你的遠紅外線 你從4到14的 這個生物鍋 都跟你共振 問題是 衣服的效果 共振效果不夠 必須把它蓄化出來 當然這是屬於另外一個科技 有的人加上了 有紅外線的 他的口 有的人加上其他很多東西 這樣這個我們 就不一一去談 其實每一個都有他的 他獨美的訣竅 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東西 你要把你的能量弄起來 各位想想 我們生命 你不是都要戴口罩嗎 對 不對 不對 你不相信的話 各位再做能量 你握替誰拉開開 你口罩一戴的 握替誰就拉開了 表示你能量降低了 對吧 但是要是把口罩序話 再戴上去 就不一樣 當然今天不是在功夫了 就是說我們談理論的探求 我們常常是很多是不對的 那第二種 我們很多的病 80%自己會好的 有哪個病是醫生治好的 沒有吧 所以條條的自己都會好 不調也會好 感冒也是一樣 百分之十五 就從八十以上到九十五 這百分之十五 是醫院各方面的醫師專業 把他還給他 另外百分之五呢 沒救了 任命去吧 那現在我就問 要是那百分之五次 你我怎麼辦 任命嗎 那不任命怎麼辦 要常常習慣而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我人生的走過來後 當我自己是病人 到另外那百分之五的時候 你怎麼自救 今天我在這裡提出的這個 就是講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不要再講太多 那麼現在講熱力學講 第一 Antropia Antropia是一個現在是比較記得 這個熱力學的教學 那現在這個是說 加持低值越低 人的就越健康 不是說我剛功能 誰功能 我全檢查都正常了 不算了 這個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 只是一個參考 那麼有沒有比這個更準的呢 是有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 人的幹細胞為標準 平常二十歲加十四百 最百健康的話 那麼他大概一萬元細胞 有一個幹細胞 是萬分之一 要像我七八四歲 那可能幾千萬個細胞 才有一個幹細胞 除非是我可以把他幹細胞 增值到萬分之一 那我又是二十歲 那麼現在 從一式一假的話 二十到三十五式 健康的反之反 假定這麼算 那麼二式的話 就像中學生這樣子 那是七十到九十 應該是屬於這個年齡 應該幹細胞 要回到萬分之一 能不能做到 這是我們努力的 所以現在我提倡 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細胞 在我們高齡的時候 讓它恢復到萬分之一 要是這個做得到 我想這個健康全世界 沒有人能夠跟你反而 你絕對是 就是年輕人 那麼現在 我想我今天 只是帶譜講換個短說 虛化醫學的思維 是因為這樣 它是屬於應內醫學 也是從能量醫學起來的 那麼現在能量醫學 從以前日本的楊達洛 或是說從西德的ARDK 然後一直上去 有韓國的 有其他的 歐美的國家的 歐拉控 有克里安的 還有包括 再過來 有3DMRA 還有包括現在的 那時候中文傑醫師 他所用的 兩黨藏 那麼這方面 都是屬於 現在都 在外面 大家都能發展 能夠從植物根 人的共振 用一個黃金的一個艙 共振 讓人的病 能夠用生物波 回顧 變成一個健康的人 讓這個方面 各位有興趣 這方面 都可以再繼續 所以我們現在 就不是重在 針灸了 經絡了 這些都五千年來 都是有這些 我們現在希望 我們的想法 再做過 因為我們要長生 我們不僅是要活到八十 我們要活到一百以上 而且都是健健康康的 甚至我們目標 在五十年內 我們希望 賣過兩百以上 那就是神經幹細胞的發展 那現在目前 像癌細胞 我剛才講 它是屬於不聽話的幹細胞 那我們把癌細胞 變成天化不就好了嗎 人不就變得更快嗎 你現在大家都把細胞 拿出去培養 再打進來 結果 沒有好處 我們知道我們的幹細胞 有全能多能 單能 不是在不同地方 它是在它原來的位置成長 你把它弄個試管 弄個培養 向那邊 培養再打進去 對不對 那是應該值得上全 那應該是不對 所以如何在你舊地 把你的細胞弄起來 你本身又是好害一條 不是很好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思考的對象 那麼 訊話當然有很多 現在包括我們的農業 環境 包括生光電池 包括生活用品 包括藥物 藥物也是一種科馬 我們可以覆設現在 很多的同類療法 不是藥物可以用 我們直接用水 做成坡舊可以用治療 所以這裡面的理論 這是太多 真的要討論 討論不完 那麼我們序化 跟藥生醫學的關係 我們就知道 我們生物的建構能量 我們很多 都需要永續 而且在這裡面 我們推展它 包括我們的環境生物都一樣 所以我們氣場的序化 也是一個重點 那麼這裡面當然 身體建構序化 這裡面 從細胞組織 器官 那這些都有 各方面都有 那麼如何把 脫序的把它整序起來 這是我們的一個目的 那麼這裡面就有很多 那麼剛才一些專家老師 他們講水很重要 那麼水的重量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水是有記憶體 是不是 包括那個 日本的 林本勝教授 他所講的 沒有錯 你給它讚美 它會很好 但是你一罷了它 它就不好了 這種環境 我們有辦法這樣 所有東西都在好的狀況嗎 那是不可能 那各位很多都會 都有電腦 你們那個光碟 你要把資料放進去 要怎麼辦 你要先formate 把它clean 回零 然後你才能放資料 那我們水 你們都很多雜訊 你不把它clean掉 你的生物波怎麼弄進去 其實這個是大家要商討的問題 我們的水 一定要把它弄到很高很高的 level 現在各位可以用不清水 用很多其他的水 是不是 那麼這些都可以 那麼這些 當然這裡面有不同的理論 要是各位有興趣 我們可以去談 那麼現在包括我們大腦的思維的序話 很多膜維問題 感官的問題 那麼這個 我今天都沒有時間講 因為我要示範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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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道癌的病例 給各位看看 那麼這個病例呢 是一個黃先生 他開始就突然困難 打個 雄恩 四肢無力 面色無光 我一看呢 他們是檢查 說他的食道上段 長了一個瘤 那這個是癌症的症 而且轉移到 你發現 同時轉移到肝臟 三個月前 我剛才要出國 那一個禮拜 我說這樣不行 我剛回來 你一個禮拜就死定了 那我說我先給你做 所以我用亥癌 也是慢慢弄 然後把它調理 所以他這個 已經有很嚴重的問題 那經過調理了以後 我們看看 我們腦部的這檢查 那個左邊 是他來的時候 這裡面有這個 星星的那個 那個 菱形的這個 這是五級 病態五級 比較嚴重 那個正三角 十三級是正常 還有這個 那個二級的是那個 黃色的這個 各位可以看看 左邊吃的很厲害 右邊就好 他進步了多少 時間增加百分之五十五 病情改善了 我們看看 每一個 我想這些結果 大家看都知道 44% 胸部也57% 都改進了 每一個地方 他最重要的是食道 對吧 食道也增加了 每次42% 他的橫切食道呢 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所以在十天內 就可以把他病情都改善了 負的都變正了 負的都變正了 對啊 全部的都是增加的 你看他這個 右邊的下面 有他分析 電腦分析的 所以他的報告 不是我們判讀 是電腦自動判讀的 所以各位 從這個裡面看 不管他的切片也好 或是他的組織結構 包括他的位置 自動刀改進 所以這個東西 拿數據出來看 所以說他這個病情 最後治療了一次以後很好 他後來做了第二次 一個月以後 他一個人說完全好 他住在大小 他說以後再觀察看看 他一個鄉下的農民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每一個 因為我們本來這個片子 有一百三十幾片 那做兩次就是兩百六十幾片 但是用他再縮減 那縮減就是這樣 現在有很多 不管哪一個器官 包括腸道 你看看 左邊的這個腸道 是不是都是六幾的 黑色的 很慘 他最增加百分之76 所以每一個數據 不管在哪一方面 我們都有 包括肝臟 也增加百分之33 包括腦部 包括氣管 氣管百分之58 所以說 任何東西 我們要拿出一個數據 今天 我講的 這是一個新的題目 我希望說 在座各位 將來在能量醫學上面 我們拿科技的東西 而且有數據 前後有分區 然後我們把它做起來 其實這只是我們中間的case 我們有動好多個癌症的故事 還有 劍凍人啊 還有發肌生症啊 其他有奇奇怪怪的 我們都有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只是給大家 要拍電 序話醫學 是能量醫學 包括信息醫學的序話 是要讓人 重新再年輕一次 那麼 假使說 我在年就是 第一次的話 二十到三十五 我一個標準 那麼 是不是你能達到那標準 有 再說 要是只是為了 想經過止痛啊 或是 或是 運動的問題 這算是很小的事 我想再做就是 幾年 所以說很多事情 我們要 漫入國際 要把我們的level 不然大目的話 這是經過的來源國家嗎 他們那邊的人才太多了 我們憑什麼 台灣紅白先導的人才不會超越他 我很希望 也勉勉大家 我們超越他 台灣將來的智慧 題目 效果 都要超越大陸 而領先全世界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想你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謝你 幹細胞的能量 的轉換 太棒了 哎 真的是 不是生老必死 是生病老死 這句話真的還蠻重要的 有了健康 才能夠長壽 感謝 感謝我們這個 這麼優秀的葉醫師 葉院長 謝謝你 那 好 那接下來